非常謝謝朱教授的支持 接下來讓我們歡迎大會總幹事何生涅女士來說幾句話 大家早 歡迎大家在《徵求論文》已經開始 第三屆的主題也已經列在論文集的後面 歡迎各位熱烈的投稿 這次我們第二屆的研討會的投稿的熱烈程度遠超過第一屆 從我們的論文的厚度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在這邊也順便跟各位抱歉一下 因為我們原本是希望能夠公文會更少一點 但是沒有想到正底集書的人寫的都很多 我們雖然有時候把一些文章的字縮小一點 空小一點 可是還是有這麼多 能夠生產出一些更多的更不一樣的 一年的秋天就可以問世 這個論文集跟你們去年在大會拿到的論文集不太一樣 因為有一些論文經過非常大幅度的修改或者鎮定 甚至比原文長出一倍來的 所以歡迎各位到時候過來 這次我們舉辦第二屆的私信研討會 有得到很多單位的支持 雖然去年也支持我們有一些單位 因為它的結構改組 所以我們有些困難 但是今年我們申請多少錢 他們給我們打了個對折給我們 另外的話 我們今年還要特別感謝 第一篇是朱瑋晨先生的台灣同志運動 文化的厚子民思考 和堅論現身問題 朱先生是蘋果Susack有大學英文系的文明教 第二篇是周華山先生的厚子民同志 那基本上西方在1960年代以來的同志解放運動 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是採取一個福底抽薪的方法 就是基本上鼓勵大家出來現身 那也就沒有所謂的看不到同志戀同性戀的問題 那另外一方面也沒有所謂被曝光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現身了 一個比較大的困難就是 似乎很難要求大學 也不會 也會 也會 我們現在沒有刻意識分 所以 真的 其實老師那個時候是考什麼情況 對對對 那其實現在說 我這樣去拔這個文學 因為那項目跟那個 因為我那時候去問過 他們也懷疑說 老師出去念醫學 他們總覺得說 我自己這個醫院是為了 我包了一個日本婆 叫蘭厚啊 那個 那個日本婆的 有一個妹妹 很年輕的 就 這個 蘇曼石的夫心 蘇吉耶 生 蘇曼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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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三個月大的時候 他媽媽的親生 媽媽就 就 跑掉了 就剩下他 所以他就很早啊 就斷了奶 斷了奶 這個 口康 那個挫折 特別嚴重 然後他有他姨母 把他養大 然後他 他 他爸爸很多 這個 鬆起了 五歲的時候 他爸爸就安排 把這個蘇曼石 帶回廣東的家鄉 就不要他姨母了 就把他從他姨母手中 多壞 那就是他第二次又失去一個母親 所以他對父親的恨也很嚴重 對母親 兩位母親也很依戀亂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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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敵 他的恨復 戀母親意見 也可以從 以下 的事實可以看到 比如說 他父親 蘇姐生 後來 病重 病重的時候 那時候 蘇曼石在香港 他父親在廣東 珠海 教人 教人的親戚 教人回去 最後一面 他也不會 他也不肯回去 後來 好像蘇曼石也時常自稱 他父親是日本人 他父親根本不是日本人 蘇曼石其實是非常恨了日本人 因為那時候日本有 他沒有理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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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自己有個日本的父親 他為什麼這樣說呢 太恨他了 他也恨他 他也恨他 親身父親 所以他寧願 有一個日本父親也好過 一個壞的中國父親 除了 性無能 跟大志正 他 恨不相逢 未踢死 還沒有剃頭的時候 為什麼不得想縫呢 太遲了 太遲了 就 就 再見了 他 妄想的傾向 妄想的傾向 這表現 因為 那個是 大概是因為壞母親的影響了 她 小時候 她一個 那個 那個 口康的 措折太厲害 口康的措折太厲害 口康的措折太厲害 所以 她在 幻想中 攻擊母親 就 就 對 女人 只能 只能有愛 不能有性 再 跟其他的女人 有性 也有愛 她 她對 母親 跟姨母的 意念 可以從她的小說 段 看到 那裡 她真是 比較自傳的 一個小說 她有一個姨母 也有一個母親 那個姨母 對她 跟兩個女子 發生戀愛 她 傷心 傷心 而死 她 有一次可以 吃到 六十個 豬肉包 一次 吃六十個 豬肉包 驚人 一兩天之內 吃完 一船的糖 所以 她的花名叫做 唐針 吃糖 太多了 後來 吃得太多 就死掉 我看她 吃太多 也是水豬 是一種補糖 也是 想把 哈母親 盡量 吸收 進去 然後把 壞母親 排出來 所以 應該是代表她 母親 所以 她的朋友 也特別多 所有民國的名人 都是她的朋友 所以 我看 她 應該有一些 亞歷代澳的 同性戀 傾向 說她 收集朋友 就是 好像 那個朋友 那麼多的朋友 是 好像代表 永不衰竭 永不衰竭的 好 總結 就是說 這個 三次個人 也是代表 當時候 中國人 因為當時候 中國 就有 清仇 後來 也有八爵 革命 有 遠四海 弄泉 還有 溫乏 誇大 一些 amplified 反映 謝謝大家 我這邊增加了一點 這可能在 等下 多年的香港 所以她講 她另外一篇小 篇小說 維多利亞 就在玻璃店的主角 之一 就是那個法官 黃 法官他的 祖母 是妻女 黃歌雲 她那個 英國情人 十一四的應該陸準 音源抽出來 然後連在香港 港部的八等史 奴隸成為一部剧作 那三部曲 前面兩部已經出版 第三部在今年七月的時候 會出版 所以本文就是 只有以黃樂雲在電影 第二部裡面的情侶表演作 論述長語 本文指在借黃樂雲這個 被視為她的女性主題位置 並且更進一步走出自己的 遍遍遍遍遍遍遍家族 神話先端 本文建議黃德雲在與來 親習慾交融過程中 絕對一個被重受害的課等 本文大體上是以文本分析 來誤明支持國內外女性主題論 但是我也不願意以偏概全 畢竟整個 從新紀文化各層面的複雜 就不是有無法覆盡的 但是當我們遇到紀明 願以舊主 以氣的形態對待之 來到新工業 被以立法管理消滅的論調 也要討論這個同時 也應該思考 從事新知青工業者 才能有如黃德雲般 公固解整個上級程度的空隙 並且提供多樣的可能性 並增加本身成為一個主題的資本 和他們社會污名 但是對於晚清整個的文人 他的個人性外 是不是有整個晚清文人的一個形象 這個曾仙也點到了 如果變成一本書的話 我想剛才加的這些人物 大家都可以放進來 王霍為先生的生平的論述非常多 最近另外一個人 當然又比較晚一點的 就是陳瑩雀先生 王霍為先生的感情的追索 卻是一片空白 這是我也感覺到 很有興趣的一件事情 這是關於曾先生的論文 再是郭教授的論文 今天是1997年 郭教授論文 特別具有歷史的意義 可是我想在今天的會場上面 顯然是黃德雲大於香港 換言之就是情欲的意識大於民族的意識 大於民族的意識 就是陳淑欽是我們很熟知的一位女作家 她從60年代 遇到今天都沒有停止創作的 就是還沒有上市的 我想她也說得很清楚 她用小說文本細讀 來呼應女性主體論的主張 她另外兩個佐證的東西是 社會學科對於台灣 這種特種營業從事人的 這樣的一個佐證 我覺得中間的跳躍 中間的鴻溝滿大的 我剛說我作為一個中文系的背景的人 我常常叫香港 就是電影或者文學裡頭的 香港的這個 香港的形象問題 或香港女人形象問題 我一想就想到蘇斯皇的世界 還有陳中的大班 這個好像通常 黃酒女人是 比較扮演悲情的這個角色的 另外關於妓女 那我比較想知道就是 文學作家在處理妓女重量以後 那個妓女重回音有不良的影響 那麼郭先生取得那個 數據是西方的調查數據 我可以說就是說 因為我們台灣 很多人討論這篇 研究思想使得 林玉生先生覺得 這篇作品大師五四 或中國文學作品牌最偉大的一篇 就是從 他看過事情 物品的調查 研究 這幾十年來 有大型的有幾千個 有幾百個 但是沒有一個 能夠證實證明 色情看護對於青少年有什麼不良影響的 有些說有物品可能有壞的影響 但是呢 純粹色情就是純粹有 purely erotic的 純粹暴露的 純粹性交的那些壞的影響 所以就好像你把 如果那些有暴力的事情 對人有什麼壞的影響 你就把他 跟那個 殺白老鼠的身上 跟白老鼠自然死掉 但是死掉不能證明那個 言有害啊 除了說也很多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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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治關係 問老啊 就是把那個 科技方法論的錯誤 就比如說有些人 有些調查是說 青少年看了什麼 色情看護就會造妓啊 叫妓女啊 或者去非禮啊 這個 這個其實是 是一種 co-relational 女性如何去 蜕變成一個 更有強大力量的女性 肢材材材材量的影響跟作用 我只看到是 跟女性是很弱勢的 今年度的第十七次改革組 在教育改革組當中啊 我就 四十秒鐘發了 三個建言 那麼一共十七位 再一個心得啊 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 就這個問題啊 切入主題請教 儒惠張老師 謝謝 性教育的探討 我們想知道 這些 這個宗教的觀點 在主導性教育 裡面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研究報告 對於 香港社會的實際 面對家庭的這樣的一個角色裡面 我們絕對開始去重新辨識 認識我們的女性角色 我們開始行動 在這個行動的歷程裡面 開始長出自己的力量 重新形式自己的女性經驗 而在裡面 它事實上 這樣的一種女性意識的覺醒 對女老師 它也改成是一個重要的歷程 而並不是說女老師 她都沒有所謂的這樣的一個反省 就是一直推論這些都是不好的 然後也推論一種很保守的家庭觀念等等 甚至其中突破機構 在他們的雜誌裡面 那本叫做突破的雜誌 有幾期關於同性戀的報導 都是極端負面 說我們接受它 但是他們需要改變回異性戀 他們甚至出版了一本翻譯的書叫《破碎形象》 那是在講怎麼樣把同性戀移成異性戀的 謝謝 最後一個問題 請到前面 非常的抱歉 因為時間的關係好不好 好 謝謝 我講最後一個發言機會 我也是一位中學老師 我剛剛看的這個場景是這樣 有一群人要談青少年性教育 有一群人要談女老師的面貌 女教育改革 這個題目實在是太大了 那整篇文章看起來呢 我是覺得 比較巧思 特別是女教師 因為在張小姐的 假如女教師們在自己的 請問大家不要再拍一下 是不是 就是有時候 我現在可以拍一下 然後我開始 哈哈 你又怎麼在 對對對 他就去 因為我是沒有一個 聽說是對 你出事了 對 你出事了 不過我聽說他別的這個 我沒出事了 那我沒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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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沒出事了 啊 啦 怎麼在哪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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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沒了 那我沒了 我不是 就很得了 那我沒了 那我沒了 啊 就很不爲 啊 對啊 謝謝主持人 都會知道說我不是陳同琦 可是我的朋友跟我說我還不夠好 同琦先生他有針對他的論文 把他認為是災藥的重點 讀他傳真過來的這個版本 那我拿到了原先的他那個版本 對了一下 但是我還是以他傳真過來 台灣第一個台面化的同系列 有發傳單 那傳單的主要內容是美國的市場 釐清此挪用的過程中 本土與外來的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交互影響 因此從比殖民觀點更為貼切 那系統的學術界第五頁 他認為在那個開始之前 他要先解釋一下位置跟身份 兩個似乎矛盾 身份並不是與生俱來的本質 位置是可滑動的 身份在這個意義在於指出 個別的滑動並不會把一種 社會體制中的認知結構打敲 也就是說身份在此的意思 不是個體的本質 而是社會認知結構 然後第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先是一個公聽會 同志政治事件 非常另類的一個呈現 換句話說會看到對於某些事情的 一個silence 讓它沉默或者是把它噤聲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那麼最後的這一場呢我想 大家也都經歷了一天的這個 聆聽還有討論 甚至是討論 可能已經到了這個情緒的一個最高潮 同時也可能是體力的一個最低潮 不過希望各位能夠我們通力合作 讓我們最後今天的這一場呢 的確是一個壓軸 好 首先呢我一樣的 我們今天有最後場是兩篇論文 然後一個評論 那麼先文中的一個答辯 那麼取以剩下的時間 我們來做這個一個公開的一個討論 那我想啊 我的一個程序是這樣子 我就逐一介紹 我們今天的這個發表人 在他們這個論文之前 所以首先我先介紹 我們第一篇論文的發表人 謝志偉 謝教授 謝教授是東國大學 德文系教授兼外語學院的院長 那麼謝教授他的這個研究主題 研究興趣是在文學母題方面的研究 以及社會語文學 婦女語文學 那麼尤其是從這個 從德文或者是德國文學這方面的一個專精 那麼今天謝教授要為我們發表的題目是 家衛姑嫂丸的省思 從雞雞和屁屁的不對稱關係談起 謝教授請 謝謝 我叫謝志偉 不滿45歲 以及台灣的所有現狀 其中不滿的一個就是一個概念 叫做職業婦女 我們聽過職業選手 我們也聽過職業讀 那麼一個職業選手 他的職業就是選手 是天生的 女人是學習的 其實自從我有兩個女兒以後 男人其實也是一樣 那麼不同的 可能從各種文學角度來看的話 從人類史跟王史來看的話 那麼可能男人是學然後之不足 那麼女人呢是學然後之欲足 那麼 我就從這個 就是說在人類學裡面 一個另類 事實上他的這個出版 他本身 本身作者毫無意出版 這兩年中田野的這個日子 但是後來在他的遺孫的這個決議之下出版 然後二十年之間受到 受到其實他 道道列寄是一個經典 但是是一個不同的經典 他受到許許多多人類學者 和田野工作者的這個 檢視 仔細的重圖和檢視 但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他帶來最大的一個衝擊 就是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像他用正式的這個 學術的這個文本產出的那部分裡面 我們看我們完全看不到 就是說在日子裡面 我們曾經看到的這個 馬林諾斯基的這樣一個人 那麼在日子裡面所看到的這個 馬林諾斯基又完全不同於 他的這個學術這個證文裡面 那麼的這樣一個這樣一個人 那麼是一個完全不同的 但是事實上這兩者之間的經驗 緣出是同樣的地點 同樣的這個時間 那麼這是非常這個有意思的一點 事實上當在這一部這個 《Diary》出版 1967年出版的時候呢 事實上已經引起這個人類學 學界的一些一陣騷動 讓我們身體的狀況 公眾的朋友 本來像這些 那麼這些東西好像似乎是 一個不同的 就是說跟這個不牵涉到這個 這樣一個就是說 人類學者本身他的學術著作的 就是這樣一個另外一個 就是說屬於個人的 這樣一個 我會同意 我想這也許是他的結論機 我不敢講 但是我也會同意 我的一個看法就是 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 一種新的方式來明白的去說性 而不必要等到比如說 女人治國呀 女性主義大革命之後 現在就可以開始 性語言的確也是一個戰場 不過有人可能會認為說 明白的說性不全部都代表進步 我同意 但是不明白說性更不代表進步 如果我們看到 許多女人因為有了明白說性 彈性的空間 許多同志有表明自己性偏好的空間 因而減少太多的壓力 我們就知道 發展彈性說性空間的重要性 而擔心或懷疑 彈性說性的負面權利效果 又是多麼的旁觀者輕 所以與其懷疑擔心 不如發揮想像力去幫忙 創造性語言的新使用方式 我基本上我對朱元宏的論文 是一個蠻高度的評價 那我這個高度的評價 主要是著眼於這篇文章 對於知識生產 對於田野研究 或田野經驗的一般性的蘊涵 我覺得他的處理的人類學的 這個裡面的政治的一些部分 也很精彩 但是因為我不夠格的 做這方面的評論 也許朱元宏還可以把此文 在人類學的聽說面前發表 更合格的評論 朱元宏論文談 雖然是人類學的田野 但是對於其他學科的田野工作 甚至非知識生產的田野工作 都有蘊涵 例如我們現在 我們可以重新檢視 過去這跟文學學有關係 革命文學中 下鄉組織農民組合 到創產工廠組織工會 這一類的下放分點的英雄或英詞故事 還有像社會工作者 影像記錄者 歷史民術的採集者 其實都會被朱元宏這篇文章所撥及 另外朱元宏對知識生產的一般性的論 蘊涵他自己也點了出來 例如說研究者和他的研究對象之間的情慾關係 還有這個研究者自身的情慾狀況取向 究竟對他的研究有什麼影響 是不是會決定他採取的情慾政治立場 是不是會影響到他觀察的客觀性 研究的中立 訪談的深度 紀錄的真實 書寫的策略 所以正面影響還是負面影響 是不是可以增加研究的深入程度與客觀性 如果我們揚棄了這種傳統實證論的 旁觀中立的研究者的認識論 而主張互為主體 那麼情慾關係是不是可以強化這種互為主體性 還是科學方法必然與情慾對立 或者是需要是實際的脈絡而定 那朱元宏他認為說是可能是需要實際的脈絡而定 就是說發生情慾關係不見得能夠豐富你的知識 不一定 迄今為止的許多知識生產 從方法學到現實 OK 這是我的一個性文化造成 那我剛剛想講的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指出田野中的情慾這樣的東西 揭示田野或者知識生產裡面中的情慾的層面 OK 那如果僅止於此 我覺得是不夠的 你要必須去改變這樣一個現實 這個現實是什麼 就是把性這個東西當作跟很多東西不一樣 就是我覺得 那種 我覺得我不太相信 就是說 真的大家就是覺得說 哦 田野中性問題就跟知名一樣 都是有倫理問題 不會 我覺得絕對是被特殊的處理 因為這 否則我們何必經常來談田野中的情慾呢 所以我想 要挑戰這個人有倫理 就是要挑戰這個現實 謝謝 謝謝 因為我們這個時間 大家都拚得非常好 還有一點點時間剩下來 不曉得在座的來賓們有沒有什麼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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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